- 都是配合這個活動 其實自己都挺喜歡這個概念 就是一個可以穿得出街的內衣 因為你也留意到我之前也試過這樣穿 就是說underwear as outerwear 我們在台慶也是穿了一個內衣 但你平時會出街會真的穿嗎? 都會看情況 譬如夏天去做一些比較戶外 譬如去野餐 我覺得都無所謂 因為我覺得漂亮 內衣都是衣服 為什麼不讓人看呢? 這個有否一些close的效果? 都已經很修煉了 很修煉 也沒有特別 我裡面 我只是穿了本身這件衣服 沒有再加東西 我想自然一點 因為我不想給人的感覺 是好像想去埋龍 但是就 總之就自然體態 就是這樣 真的很信心 對自己的身上有反彈 都接受了 因為我覺得不一定要很玲瓏浮 才漂亮 現在都流行骨感味 大有大小有小漂亮 好 但這一次為了這次活動 要先提示釋一下 我有 reopen了幾天 我本身也不太肥 想今天對G NG 這一天就比較做點鹽 讓人們也不要太面老 我覺得平日要少吃一點鹽 女朋友前什麼啊 看到大家嗎 會不會嗎 聶聶會bo 不是 因為這件是穿外出的 其他款式可以更加絲襪一點 很成績嗎?因為更少細件的一個情況 有時少人不代表絲襪的 有時穿得多也挺過癮的 穿得多幾個? 怎麼會這麼多的? 看款式而已 最精準是怎樣? 類似說話 我們剛剛之前的年輕人也有談過這個誘惑的題目 有時其實穿一些令人有遐想空間的衣服 是更加達到那個效果的 而且有些東西不是拿出來就最吸引到人 因為沒有人是完美的 可以很適合地選擇一些幫你忍樂陽善的衣物 其實才能提升自己的魅力 有時很適合地成立的 阿姨 她的意見